在安平居部落出席的企業家宿民族 選擇中秋節進場 回來到高雄基盤一場 特區老人中秋散亂愛心多年 剛才請他們吃得到 又曾三年美主委中部的中秋立 長期進場又設計了半片優秀 讓老人參與多年 給他等我頭殼 未來就很愛心 又將到全台南市各区來基盤 望你安平社區 2040年的企業家宿民族 公司雖然設在北区 但一直想要回去高雄 在100.8年 曾經在南区半月10日 即休立後 由世間獨居老人的中秋節唱會 這次有機會 回來生長的故鄉 為獨居老人一份生辣 還會15號中在安平的餐廳 請安平區百人給獨居老人吃到 每年都贈送一份中秋 年都有辦很盛大的薄餅 這樣子的遊戲節 那麼我就想 那我們是不是把這樣子的活動 帶入這一次的 我們的這樣子的這個餐會裡面 讓這些老人們真正的很開心 我很不希望看到的餐會 好像就是今天一個贊助者施捨 然後一個這個接受者 好像就這樣被動的來 領了禮物吃完飯就離開 我不要 我希望看到大家的笑容 那我們也希望說藉由這樣的一個議局 能夠讓我們社會更多的一個企業 能夠發揮這樣的一個愛心 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我們社會是處處有愛心 處處有溫暖 也能夠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我們台南是一個溫暖 有愛心的一個宜居城市 在上午的記者會中 市民眾為了鹹鹽霧 還要夠有積溫 也關注兩萬塊 讓一萬個小 正作學校六小家庭 營養五餐 中秋散亂多年 一定在南區 跟安兵府舉辦 未來中國大到台南國區 讓獨具的老人 可以感受中秋過這個氣氛 記者送他們讓安兵府才會放不得 好嗎